下巴这圈黑千万别美白 搞不好会变得更黑更黄 我之前下巴这块啊 从这儿到这儿 这一圈都是黑黑的 我爸老了我是不是没擦嘴 黑黑黄黄的就像熊二 但是你们看我现在哈 这块和其他电网的肤色呢 是一样的 下巴黑多少都沾点口舟皮 这块反复的长痘 习惯用手脱塞摸下巴 舔嘴撕嘴皮 暴力擦嘴 刷牙的时候 泡沫老是沾到下巴 都会导致红转黑 留下色沉黑印子 这两个东西 我发誓绝对不是广告 试广告的话 我一个月拉不出屎 一个月拉不出屎 这都求求了 求求了 别误派行不行啊 晚上我们护肤的时候 就把这个当做面霜哈 在嘴巴黑的一圈 薄薄的涂一层 像嘴角这些格外黑的地方 你就多涂一点 我闺蜜的女儿 现在一岁多嘛 她老是长湿疹 也是用这个 他们家的东西呢 都包装有点像 你们都认清楚这个字样哈 这个对口舟问题的修护呢 是嘎嘎好 像我们嘴巴周围 这些改善了缓解了 就不会像熊二的 顺带可以搭配 白耳的这个唇膏一起用 本老穿心里直接封身 我用过这么多的唇膏 都没有办法拯救我的烂嘴 各种脱皮扒干 唇X他也是会导致 我们口舟下巴这一圈黑的 睡前嘴巴上涂一层这个 他有点像乳霜 不会像猪油虎嘴 多用一阵子 嘴巴就一直软软嫩嫩嫩 一整天都被起皮 而且唇色看起来 就没有那么乌那么紫了 粉粉嫩嫩的 特别是唇线这一圈 就不会黑的那么突兀了 下巴加嘴唇双管齐下 才算是真的告别 唇周下巴黑 千万别盲目的拒绝 那种一步又一步的 唇周美白方法 没找到根源就死尽去美白 只会把这一圈 刺激的越来越黑 当时后悔都来不及